这几天是国庆节啊,最近有一类问题特别多,很多朋友就问我,你给我说实话,你们移民以后究竟还过不过国庆节? 哎,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啊,可以回答一下大家,那顺便呢,也跟大家说说海外华人在海外啊,过的哪几个大节日会比较多一点。 其实一般来说呢,在海外的节日气氛肯定是不如国内农的,因为这几年随着中国人在海外越来越多啊,所以说中国的很多节日呢,这个在美国的华人也是过的。 那么目前来讲呢,美国华人会着重庆祝的节日嘛,就那几个,一个就是春节,一个就是中秋,还有一个呢就是国庆。 那一般来说呢,这三个如果你要排个名的话啊,我个人认为中秋是应该排在最后,然后呢是国庆啊,排在第二,然后呢是春节,春节肯定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嘛,对吧。 但是如果像你真的会上街去游行,那除了春节以外,那就是国庆了,国庆一般来说啊,这三个节日,一般来说是所有全体华人都会过的,基本上你到了超智里去买东西啊,也会有相应的物品, 出现,你比如说春节就不用说了,那有卖年货的,对吧,那你到了时候你去过这个国庆,这个超市里会有卖国旗的,然后呢你去过这个中秋的时候,超市里会有卖月饼的,基本上这三个大节日啊,会是海外华人过的。 这个春节,海外华人啊,一般来说也会过三到四天,至少初一,初二,初三,初四啊,在整个海外华人圈是比较火的,啊,见面的都会到新年快乐的,反正以前都是这样,现在可能是不是也过到初期了呀,我不知道,但是已经在很多州成为了法定假日啊, 但是中秋节呢,实际上海外华人只有在中秋节当天过啊,也就是中秋节当天吃个饭什么的,但是国庆一般来说会持续一到两天,而且我跟大家讲啊,其实在海外过国庆跟你们想的不一样,会有大游行以外啊,而且是外国警察给开到啊,组织的合法的游行以外, 甚至在有时候阅兵的时候,在美国很多的酒吧里,就华人开的酒吧里,网吧里,餐馆里,会同步的播放阅兵,这个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啊,尤其是我现在都印象特别深刻,在15年的时候啊,我们就都集中在附近一个咖啡馆看阅兵,当时还在纽约啊,因为那个咖啡馆,是我一个朋友开的,然后大家都在那,哇,看着阅兵怎么怎么回事,特别激动,但那个时候不是国庆啊,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9月3号吧, 但是19年的国庆节我就没有去了,因为19年的那场阅兵,我正好在国庆节期间,我做了邮轮出航,还在海上买了很贵的网络啊,要100多米元,专门看的这个阅兵,当时我正好在百慕大三角,但你知道我还不害怕百慕大三角了吧,因为百慕大三角,我大概去过好几次,所以说啊,在海外华人的眼中,国庆节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日,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,我之前呢,在美国的时候,我也买过那个中国国旗啊,包括那种小国旗什么的, 那可是我知道,我说到这儿,很多朋友不信,会说,哎,你都移民了,你为什么还要去过国庆呢,对吧,但其实啊,海外华人这个群体啊,这两年被妖魔化的比较严重,跟朋友们想的真的是很不一样,因为你们看到的太有限了, 再加上海外华人这个群体啊,说实在的,没有那么团结,大家都互相咬啊,你只会暴露给国内同胞看你最负面的一面,所以说导致这些年啊,海外华人在海外的这个情况,其实被抹黑的很严重, 那但实际上,即使是在今年的国庆节,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地方,海外华人举行了大游行,但是这个规模确实没有春节那么大, 在春节是在美国一般十几到几十个城市,都会有这种华人的春节大游行,但是在国庆节期间就没有这么大,因为什么呢, 因为毕竟有很多地方啊,春节大家还是视为假日,但毕竟国庆节在美国它没有假日,你知道吧, 十一在美国它是没有假日的,而且你请假你也不好请,但是呢,春节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了法定节假日, 而且你请假也好请,你说我回去过春节,老师就知道就给你批了,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十一的话呢, 你说我回去过国庆节,人家说现在不是国庆啊,你说中国国庆,那人家可能就会算你缺席了,就可能就, 他就不给你算国庆节,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化,反正过去是这个样子的, 所以说那随着时代的变化吧,我估计中国的国庆节在美国,在华人中间啊,也会变得越来越火热, 但是海外华人在国外怎么庆祝呢,华人庆祝的方式就那么几个, 五龙五湿,塞塞龙舟,游行一下,有的时候呢,就是自己升个国旗, 然后或者是请一大堆朋友来家里吃饭,其实对于海外华人的生活来说啊,跟国内一样, 就是吃饭这个很重要的东西,只要是以节日为名,请一大堆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, 这个就说明啊,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节日过了啊, 因为在海外嘛,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娱乐设施,而且呢, 毕竟十一的氛围,你除了华人区也就感受不到了嘛, 所以说大量在华人区我不知道是不是怎么样,可能比这个还要热闹, 但是华人区以外的地区,你像我们住在纯美国地区的, 基本上也就是这么庆祝了,因为我们家每年到了十一的时候, 到了中秋的时候,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,都会有饭局, 甚至有的时候十一或者是中秋的时候,或者春节的时候, 有一些在纽约的亲戚会专门就是不远万里飞到佛罗里达来, 专门就为吃个饭过个节,其实我们的感情是很朴素的, 对吧,对于故国的感情并不是说在网上喊两嗓子, 支持就是支持,喜欢就是喜欢,虽然说很多朋友经常在网上说, 张胖子你怎么立场变了,我立场没变,有立场问题的是你, 我又不是加沙人,我也不是野门人,我也不是伊朗人, 我只是关心我亲戚生活的地方,跟我生活的地方, 这就足够了,一个中国一个美国,其他的事本质上跟我关意不太大, 我就是乐的人看热闹,所以说说到这儿跟大家进行讲一下, 是不是已经移了民就不过国庆了,那行吧,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,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话题再跟大家说,这期聊到这儿,大家拜拜。